Zither Harp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所心想的却不得 一夜藏穷归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缩心思念终成歌 泪如回音寒笑着夜半唱过 雨情的书并没消失 好心肠泪不止消失 却总不止 有心苍穹睁开阔 不握死我 她一夜不甘就带走 这世间不必多解释 若心痛人不止 如梁 三日后 天家会来接你 你只是去为国公府演出 害事当归 我们的人 会在你回去时接应 出城后的所有路线 已经交给雷叔 雷叔会送你离开 到时候 大家只当你在回城的路上 被贼人所录 是身会在时日后 在城郊被人发现 出院 我不走 聊着呢 老大 我怕你们聊太久 聊饿了 所以给你们拿了点 小点心过来 有啊 我都没注意 出去 出去 好 让你撤离 是为了你好 以往你来找我 都是阿诚陪着 如今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交与一个外人 你 对他真的很不一样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我也不瞒你 他的确与众不同 和别人都不一样 燕大哥 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今天这酒啊 喝得真好 您高兴就行 还是你乖 你们聊啥啦 你给我讲讲呗 来 什么云少司的花魁 我绝对没有我好看 上司才知道 啥 啥 我 我是 参见皇上 燕统领 你怎么才来呀 皇上找我有事 有事 有大事 那进屋上 别别别 在这说也行 好 小强子的伤 好得差不多了吧 嗯 差不多了 燕统领 你觉得小强子这人 怎么样 皇上怎么突然这么问 是觉得小强子有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 朕就是随便问问 他一个小太监 何至于让皇上这么伤心 没有啊 朕就是觉得吧 对了 燕统领 你觉得小强子 跟别的太监 有什么不一样吗 难道皇上发现了 服下的秘密 皇上觉得他和其他太监 不一样 没有没有没有 都一样 都一样 皇上 到底有什么事 朕最近 有好多烦心事 要不你陪朕走走 好 难怪皇上刚才能问你 难怪皇上刚才能问你 以后没事 别随便在房间把头发放下来 被别人看见了怎么办 这哪有别人啊 这不是在房间里吗 就算在房间 也不能把头发放下来 好 我听你的 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你 初月好看还是我好看 初月 那我要是穿女装呢 就算你穿女装 初月也比你好看 你别走 这谁绣的啊 我 那么紧张干什么 初月绣的是吧 你一直待在身边啊 还给我 我 少黑了还留着 你闭嘴 燕长云 我对你那么好 现在还不如这个荷包是吧 不如 你还会刺绣吗 五娘非让我学的 说姑娘家不学女工 长大以后嫁不出去 那你这绣的是什么呀 鼠玉花呀 鼠玉荷包 这倒是全天下独一无二的 鼠玉怎么了 你难道吃我的鼠玉不香吗 香 那不就得了 等我绣好了 便送给你当聘礼 好 那你拿了我的聘礼 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嗯 嗯 嗯 哦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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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是女子 一名女子 留在轩衣卫多不方便啊 要不朕下来到旨意 把她接到后宫中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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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翔子在宫中 本来就不讨人喜欢 黄祖母对她又颇有威似 这万一又被黄祖母给盯上了 怕是不会相信 她女扮男装进皇宫 是个意外 还是先把她留在前一位 对 一个姑娘家的费尽心思地来到皇宫 来到朕的身边 陪着朕 照顾朕 为朕排忧解难 默默守护 这是什么呀 这是爱呀 对 这是爱 好沉呢 有没有人能来帮帮我 有没有人能来帮我一下 小翔子 朕来帮你来 不用不用 不用客气 你太辛苦了 还有什么活要看 没有 你尝尝这 好 好 好吃 多我来点儿 好 好吃 多我来点儿 好吃 来 来 来 拿来 拿来 弄尝热 好 饱了 好吃 这不像你还想尝尝 平时你不都吃三个王丑的吗 谁说的 我平时饭量就这么点儿 而且 我不喜欢吃馒头 我喜欢吃皮包馅儿辣的包子 朕知道 参见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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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礼典礼 谢皇上 小翔子 你肯定是嫌弃千余味的 饭菜太难吃了 朕特意准备了你的最爱 拿上来 还有啊 还有啊 小翔子 尝尝 好吃吧 可甜呢 你也吃 谢皇上 你谢皇上 客气 你多吃点 拿高 快点 快快点 走 大蓝 什麼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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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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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我这样去拆财队 看折 重心稳住了 皇上 我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讲 但是 能不能让燕头领帮忙把烧一下呀 什么事 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能在这儿说呢 得去您的寝宫啊 燕头领 帮个忙 好 感谢你 叶长云前几日让我帮他和初悦手门 今天我也让你手门 气死你 看你敢不理我 小强子 你不是有什么秘密要跟我说吗 什么事啊 小强在 皇上 这不是 这些天一直在千语为训练 都没时间陪您 所以我今天特意来陪您的呀 那你为什么要让彦统领守在门口啊 彦统领在外面 安全 你真细心 老师我呀 让人把炉子取走吧 来人 皇上 今天我就想单独跟您在一起 好 啊 实在太矮了 真脱个外批啊 皇上 您这世子在干什么呀 是不雅 小强子 你擦擦泰呀 不用 你不热吗 我不热 真帮你擦擦 你干吗 小强子 解锁 解锁 凉死了 水烧多了 用不完浪费 又不吃了 腻了 想吃包子 腻了 想吃包子 腻了 想吃包子 居然有包子 不让你吃自己拿去 快快快 都拿几个 包子呢 没了 今天没了 没包子 老大 你从哪儿弄的包子 那 多吃点 吃饱了 别浅了 一会儿接着练啊 来 来 来 喂 阿舅 燕藤亮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天冷 怕你着凉 你不冷啊 不冷 不冷 你可以看安董水 Still 特别冷了 你会在坐哪儿了 你不冷冷了 我们去坐哪儿啊 你不是有垃圾死我了 我以后会会被打算 玩苦肉忌呢 你不是不搭理我吗 干吗还给我盖杯 还关心我 因为你是 因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 千语卫的人 回答错误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因为你是我的人 不生气了 我这么大度的人 什么时候生过 不生气啊 我就是看不惯 你装模作样的 装不装 老板 这两个帮我包起来吧 很好 好 看看呢 香包挂价 妈妈放心 此次前驱卫国功夫 还是当归 照顾好姑娘 是 去吧 这两个帮我 一块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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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给您包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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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卫国功夫的人 我家萧大人有请 辛苦姑娘过府一叙 我受卫府邀约 改变行程属实不妥 我家大人 耽误不了姑娘多少时间 我家萧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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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萧姐 展高卫公子 萧府有请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雷叔 我这儿还有点担心 不用担心 少主都把初月安排好了 不好了 初月被少萱带走了 什么 快免礼 近几日 萧某身体不适 大夫叮嘱 不宜出门 但是我 又十分想念 初月姑娘的琴音 所以 特要前来府上一叙 还感谢姑娘 赏脸前来啊 能受到萧大人的喜欢 是初月的荣幸 初月为萧大人 父亲三日都不为过 只是 萧大人今日的邀约 着实有些突然 况且 初月答应了 为国公府 如若不去 这为国公府 不去也无妨 初月姑娘慎琴音 我府上有把古琴 音色有些不太对 还想请姑娘看看 来人啊 在 带姑娘过去 是 请 请 雪莺啊 雷豹可是当年 定国公秦文忠手下有名的大将 现在她的亲生女儿在我手上 官有余孽 必然会出来搭救 又卫公子 你可来了 初月呢 初月刚刚被萧大人的人给带走了 糟了 走 驾 驾 奴婢参见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长乐无极 皇上在哪里 嗯 奴婢不知 奴婢不知 看看本姑娘这手艺 真是没得数 比那个什么 燕长云藏的破荷包好多了 看看这配色多和谐 看看这属于花的创意多新颖 这线头 这个就没有了吧 燕长云呢 燕长云 收了本姑娘的荷包 就是我的人 以后就不许再给别的姑娘了花钱 否则 我就 戏嬷嬷嬷 您怎么来了 太皇太后有请 小翔子 你跟我走一趟吧 也免得我们动手了 太皇太后有请 那自然是要去的 容我收拾一下嘛 不用收拾了 带走 太皇太后请我过去一趟 你帮我跟燕头你说一声啊 好 你快去啊 别忘了 是太皇太后请我 出拳 好 好 大蓝 好 好 好 同学 好 老大 继续 好 老大 小强子被太皇太后的人 带走了 老大 好 出事了 初夜被萧全强行扣押了 好 坚持练 好 好 好 二朝 你赶紧去通知皇上 让他去慈禁宫鞠小强子 是 别叫我 带一对签一卫 随我去萧府 是 好 回太皇太后 确实是问你呢 大胆狂奴 驾扮太监 引入宫中 必定居心不良 来人 拉下去 给我乱棍打死 是 大皇太后 饶命 大皇太后 住手 大皇太后 滚开 皇上 皇祖母 小强子不能杀 为什么 这狐狸精 手段了得呀 七筐君王 罪不可赦 拖出去 乱棍打死 是 这看你们谁敢 皇上 把他给我拉住 皇祖母 我 皇上 小强子 我不怪你 我知道你是逼不得已的 他还了真的孩子 嗯 嗯 传太医 虎太医 你可得给我好好看啊 我的笑蜜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 等什么呢 救人呢 他没怀孕呢 虎太医 怎么样啊 回太皇太后 皇上 小强子公 姑娘 已有两个月的身孕了 好 御室房总管 在 查一查 皇上这两个月的刑房记录 是 皇上上个月 有十五日歇在书房 其中小强子 有五日在皇上身边服侍 对 就是那几日 朕与小强子在书房 固男寡女共处一室 朕一身没忍住 皇祖母 宋儿本来想给您一个惊喜的 没想到让您提前发现了 这么大的事 有什么好保密的 皇祖母教训的事 是孙儿考虑不出 小强子都怀了朕的聋子了 您看 既然这样 那就先把他留在后宫吧 等孩子生下来 再做安排 谢谢皇祖母 谢谢太皇太后 奴婢 奴婢一定会善待腹中龙子 不让龙子有半点损失 退下吧 是 这次小命算是保住了 可是这龙子去哪儿找啊 也不放心 这里必须有的 最后 人生下来 把我们原则 此次 僅確定 好 我 红柯 生蛋 使 证 我 будут 重渊 重渊 不好 中计了 快跑 大胆贼人敢擅闯我萧府 拿下 走 林叔 你管我 快走 快点 走 你等死我 走啊 走啊 说 你们的主谋是谁 不知道 你有本事就杀了我 想死啊 没那么容易 燕统领 你来晚了 今天晚上的好戏你可是没看着啊 这些叛臣贼子 公然闯到我府上来劫人 真是太嚣张了 你看看 这满地躺的尸体 就是叛臣定国公秦文忠的手下 现在还剩下一个 你要不要替我神上 问问主谋的下落呀 孝大人 这就是你们萧府的私事 燕某无意过问 此番前来是为了接初越姑娘 还请萧大人 将人还给燕 真没想到燕统领今晚 也是为了初越姑娘而来啊 那你知不知道 初越和秦家旧部有勾结 是杀害我父亲的嫌疑人 如果说你这就把人带走嘛 那么我就有理由怀疑 你跟秦家旧部有关系 燕长云 你这个狗官 你和萧全狼狈为奸 我秦家旧部 一定会杀了你们 大胆 公然敢冤枉我南国千语位统领 杀 杀 燕大良 你是不知道吗 初越姑娘是秦家余孽 没抱的亲生女儿 是秦家余孽又如何 这些年 初越在云勺寺一向循规蹈矩 从未有过一心 萧大人身为刑部尚书 无真凭实据就随便将人积压 是不是不合规矩 既然萧大人不愿意还人 那我就只能自己找 走 不必了 雪莺 初越 燕头里 燕头领不必对小女子如此 我自知贱命一条 死不足惜 承蒙燕头领 对小女子疼哀有加 行中感激万分 小女子自知轻者自欺 但实在是无法容忍燕头领 为此事落下一个为情枉法的罪名 小女子愿以死 来报答燕头领这么多年的造福之恩 初越 初越 此事与你无关 皆因有人利用姑娘身份陷害燕某 连累姑娘受辱 但我燕长元的女人 岂是谁都可以欺辱的 如此说来 燕头领是执意要带走初越姑娘了 那就别怪萧某不客气了 初越 初越 地上这些人 我一个都不认识 但是初越 愿配合萧大人 自证清白 也相信燕头领 定会为我昭雪 不认识 千语未听令 在 萧府是丞相被害第一现场 即日起查封萧府 所有人配合调查凶案 不得随意出入 是 燕成云 谁给你的权力 皇上 萧大人 根据燕某掌握的证据 凶手是丞相熟之指 萧府所有人必须严查 只有尽快找到凶手 才能告慰丞相在天之名 严密监视萧府所有人 直到找到真凶为止 是 来人哪 将这些叛臣贼子的尸体 丢到乱葬岗喂狗 记住 必须要亲眼看到野狗 把这个尸体吃完才能回来 是 是 皇上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女人的 眼睛再好骗得了朕吗 不 我装的是个太监 也很明显吗 现在这么一看的话 确实挺明显的 也不知道朕当时怎么被你蒙蔽的 皇上 我今天都差点死了 你还逗我 那你当时小太监 留在朕的身边 不也是逗朕吗 我 我那不是 逼不得已为了保命才骗你的吗 好了好了 现在呢 最重要的 就是好好保胎 早日给朕生下龙子 我上哪儿给你生去 你说你撒点什么别的谎不好 你非说怀孕了 那怎么办 我不说这么说你还有命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朕说话又没什么分量 那只有靠龙子 才能唬出太皇太后呀 不是 那这事传出去了以后 我怎么办 我名声怎么办啊 怎么 怀了朕的孩子 你很丢脸吗 我一个小太监 我怀了皇上的孩子 我荣幸至极吗 不荣幸吗 我 皇后娘娘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 皇后 你不要太激动啊 小翔子怀着身孕呢 他也不可以太激动 你别说 你骗我 你的身份是假的 性别是假的 就连名字也是假的 福晓 我拿你当朋友 你却怀了我男人的孩子 不是啊 我与你 就如同这手帕 皇后娘娘 六死了断 他不是坏人 小强子绝对不会偷东西的 你们不要伤害他 来 皇后娘娘 你追去啊 去啊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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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门打开 皇后 你先把门打开 就算是皇上我也不开 你要是不想见朕 朕就先不进去了 但是以后 以后朕会给你一个解释的 娘娘 您别这样 她不值得您这么伤心 皇上也不值得 保重您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你先下去吧 是 人海茫茫路漫漫悠长 儿时一面 流年难将往 世间多沧桑 天涯各一方 暮色望临散月光复离伤 兜兜转转还是当年模样 人间又柔肠情自掌心脏 抽到断水水水流淌 年华似水又变泪无恙 姑妈鲜意只为 娶你红妆 曾爱尽情爱 最难方 曾爱尽情爱 最难方 为你说断今生又何妨 我把这温柔私藏 与你最异常 若只能与你痴爱一场 何惧风鲜扰乱我千方 不舍 不忘 不悔 是为你衷肠 若与你书写满之情长 何控世事的山东水长 一念 一梦 一生 把你放心上 若只能与你痴爱一场 何惧风鲜扰乱我心房 不舍 不忘 不悔 是为你衷肠 可 shouldn't I don't know 何惧腻出现满之情长 何控世事的山东水长 一念 一梦 一生 怕你放心上